也就是杨淑君的前男友朱慕妍 他也现身在这个机场这边呢 想要来为这个前女友打气哦 不过呢 在一阵阵淑君嫁给教练 因为他现任的男友是他的教练刘聪达 使得朱慕妍显得有点尴尬 讲话是更低调了 他并没有走到杨淑君这边 不过呢 据说在比赛当时呢 他看到杨淑君遭到不公平的遭遇的时候 因为他人当时也在这个现场 他说他当时有问候杨淑君跟他说 这种事不常见 来得太突然了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 也很关心杨淑君 这是朱慕妍的回应 总之在这个现场呢 朱慕妍低调现身哦 他似乎是不想让大家再勾起 他跟杨淑君的往事的企图